新視覺聽新聞 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我是Ada 7月29日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 將阿里巴巴集團控股有限公司 列入了可能在美國退市的公司清單 原因是美國檢查人員 仍然無法獲得該公司的財務審計 阿里巴巴股價下跌大約9% 跌至91.25美元 2020年12月18日 美國時任總統特朗普 簽署了外國公司文責法法案 令外國公司文責法正式生效成為法例 該法例要求 如果外國公司的審計報告 連續三年未能呈交給美國上市公司 會計監督委員會作為審核 將會禁止在美國任何交易所上市 中國電子商務巨頭阿里巴巴 是270多間在紐約上市的中資企業之一 這些公司都面臨退市風險 除了這項法例 這些中國公司如果不遵守審計要求 最快將會在2024年初前 將會被除牌 但是美國國會正在行動兩黨立法 可能會將截止日期 提前到2023年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表示 阿里巴巴必須在8月19日前提交有爭議的身份證明證據 其他被加入面臨退市名單的中港公司 包括蘑菇街公司 波奇寵物有限公司 撇炮移動公司 和Highway Holdings Limited等 為了達成審計協議 美中官員已經進行了兩年多的談判 希望確保美國上市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 PCAOB的工作人員 能夠查閱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的審計文件 7月27日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主席 加里·詹斯勒表示 就完整的審計合作達成一致 否則他不會派公共計劃審查員 前往中國或香港 詹斯勒說 負責監督美國上市公司審計的 上市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 需要能夠在對華爾街上市的外國公司的審計 帶來特效性和問責制 詹斯勒7月19日在接受彭博電視 大衛韋斯·恩特的權力平衡節目採訪時 是否能按照美國法律的要求 准許美國檢察人員進行審計 這完全取決於北京方面 他補充說 雙方的會談一直是建設性的 針對達成協議的前景 詹斯勒說 我現在真的不知道會是什麼結果 這將會是中共當局作出的選擇 路透社7月26日 引述兩名知情人士的說話報導 其中一位熟悉PCAOB思維的人士說 將中國公司除牌 也不會讓北京遵守美國的規定和法律 這位人士還表示 PCAOB必須能夠根據風險 選擇審計任何一家公司 如果中共監管機構 對我們有任何的限制要求 那麼我們不會遷就要求 我們將不會接受 PCAOB發言人 肯特班函曾經說 PCAOB必須全面獲取想審計或調查的任何公司審計工作文件 並沒有漏洞 並沒有例外 本涵還說 時間是至關重要 我們將會繼續與中共當局合作 努力達成一項符合美國法律規定的協議 如果監管機構未能達成協議 阿里巴巴將會成為到目前為止 面臨退市的在美上市最大的中國公司 而該公司就解釋說 自從2014年 在紐約首次公開招股以來 他們的帳目已經由全球供應的會計師事務所審計 應該符合監管要求標準 美國政権交易委員會負責人 7月27日發出聲明表示 除非華盛頓和北京 能夠就審計中國公司的完整限權問題 達成協議 否則他不會向中國大陸 或香港派遣公共會計檢察員 據路透社透露 美國政権交易委員會主席詹士勒 在對會計行業發表講話時說 上市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 在對華爾街上市的外國公司進行審計時 需要能具備具體性和問責性 詹士勒說 我們不願意將上市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的檢察員 派到中國和香港 除非能允許該委員會完全檢查 和調查審計公司方面的框架達成的協議 美國上市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 在2022年7月成立 由美國政権交易委員會監督 任務是監督為美國上市公司 帳目簽字的會計私事務所 自從2011年以來 該委員會指出 中國審計質量監督不足的問題一直惡化 當時有幾十家在美國交易所上市交易的中國公司 被指控存在會計違規行為 華盛頓和北京正在進行談判 解決關於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的審計合規性長期爭端 如果該問題不解決 可能將會有多達270多間中國公司 被踢出紐約證券交易所 長期以來 中共當局一直不願意海外監管機構 檢查本土會計私事務所 理由是擔心國家安全 根據外國公司問責法 如果中方未能遵守審計要求 中國公司將會被禁止在美國股市交易 全面的交易禁令 帶來的不僅是簡單地在美國市場退市 路透社7月26日報導 美國上市公司會計監督機構指出 它不會接受對它查閱在紐約上市的 中國公司的審計文件有任何限制 包括那些已經退市的中國公司的情況 美國《金融時報》7月24日 引述消息人士的說話報導 中共正準備根據它們數據的敏感性 將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分為幾個類別 這樣被認為是可能將會遵守美國規則的潛在讓步 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CSRC 7月25日就否認了《金融時報》報導的這個消息 詹斯勒還表示 他已經要求上市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 考慮更新審計師的獨立性標準 理由是對保護投資者問題的關切 詹斯勒說 我正在期待在我們的市場上確保能夠對投資者提供關鍵的保護 如果法律得到遵守 市場上就會有中國發行人 如果不遵守就不會有中國的發行人 以上節目內容是取材至本台記者 夏宇高慘的編譯報導 今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版部分內容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請大家多多支持